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想一個公司的發展來講的話 應該是從源頭開始去做一些 發想跟規劃 譬如說我們常講說一個企業發展過程中 第一個最重要是它的願景是什麼 就是Revision 以同意來講的話它就已經很早就定定說 它的願景就是 一個為大家所喜愛的食品交響樂 這是一種形而上的一個講法 但是接下來我們如何把它變成 是一個mission 就是變成一個具體的任務來發展 所以那時候也談到說既然是 一首勇為大家所喜愛的食品交響樂 那麼這時候大家就會想到 這句話裡面的含意 因為這句話不是一個很空洞的一句話 它裡面有包含一些策略思維 比如說包含第一個勇為大家所喜愛的食品交響 勇為就是什麼 永續經營 那第二個是大家指的是 就是我們的產品在未來的發展上 我們面對的是全球的人類 全球的消費者 第三個是計較在食品這個領域 所以這裡面來講就是 一句很簡單的slogan 其實它隱含了很多的一個策略思維 那有這樣的筆訊之後呢 那麼我們可能要第二個談的是一個mission 就是說我們如何將我們這樣的策略思維 把它轉換成具體的一個任務跟目標來完成 所以mission很重要 所以在這樣的mission之下 那麼這些任務由誰來完成 我想當然就是因為我們的員工 所以第三個員工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是個value 就是說我們在整個集團也好 或整個企業裡面來講也好 我們給員工具體的價值觀是什麼 那因為價值觀第一個代表是 公司要發展的一個mission 大家能夠很清楚了解 第二個你要有一個行為 要有一個紀律 那麼這樣久而久之 它就會形成一個所謂的價值觀 而價值觀的形成 後面所引導的就是所謂的企業文化 所以我覺得V vision M就是mission 第三個V是value 是一個最基本應該是建構的部分 那這過程當中我是覺得很多的地方都是 消費者也好 員工也好 還有我們的工部門也好 給我們很多的支持跟協助 讓企業能夠越走越穩健 越走越壯大 那這裡面來講 我想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認為說 在我們的品牌也好 在我們的設立的點也好 或是我們通路的經驗 其實這些都跟我們的整個發展是息息相關的 還是環環相扣的 那這 這裡面會牽動到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常講說以中為始 你由你的目的來決定你要怎麼做 好多多這個部分 所以以中為始就是說 我的目標是什麼 比如舉個例子 查理王這個角度來講 查理王他所提倡的是 回觀就像線炮的一個心理層次的一個概念 但是他在整個一個生產的設備上 可能就是一個物理性的部分 那可能一般那時候我們在2001年切入這個 查理王這個品牌的時候 他所切入的那個市場 可能是原來市場所沒有的 所以他正在市場的氣氛之下 又找到一個新的藍海 藍海一個market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會從物理性的一個產品 再變成是我們跟消費者怎麼進行溝通 就所謂心理層次的部分 這兩個互相結合 所以從2001年到現在是2018年 所以走了18年來 所以查理王目前已經是我們台灣的消費者 他們大概比較耳熟能響 而且比較喜好的一個產品 因為當然這是從我們的整個 營業數字來看 確實這樣展現 查理王當初在2001年推出來的時候 他的TA大概是20到39歲的 所謂上班族這個族群 我想這個族群都是相當年輕的一個族群 所以在整個的一個跟TA溝通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還善用一些所謂的幽默方式 或是比較活潑的方式 我想這是一個必須的 查理王是一個品牌 但是跟消費者做溝通的時候 其實我們談的是心理層次的問題 所以這裡面就談到很多很多的垢面 譬如說我是要走ATL 我是要走BTL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的一個大方向 但是如果具體來講的話 假設我們的年輕人是我們的族群 那這時候消費者可能是我們最大宗的來源 所以消費者長期以來是我們精耕的一個市場 那在這裡面來講 我可能選很多的不同的一個作業的方式 譬如說我們今年來講的話 我們也設立了所謂的品牌大使 在我們校園裡面尋找一些可以舉辦的活動 然後跟我們校園的學子大家進行溝通 我想這些都是一種方式 那另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的一個發展過程當中 我們也發覺說在整個時代的一個進程過程當中 很多的新的一些idea也好 新的一些know how也好都不斷的加進來 那這裡面有沒有一些可以我們所來運用的一個方式 譬如說舉個例子 像AI 像那個social media 這些等等都是我們可能要去運用的方式 因為從我們外部的資料裡面 我們得到一些數字 就是說在一些廣告 傳統媒體廣告的部分來講 可能這個部分好像慢慢的視為 但是social media的一個廣告好像慢慢的增加 我想這兩個都是很重要的來源之一 那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大概也是我們說 我們在跟我們的年輕豬群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都是我們要去著力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可能有些人也會覺得說 到底查理王的一個品牌 是不是要持續的一個創新 那在我的想法裡面是 品牌就是品牌 品牌是沒有辦法創新的 倒是它的做法是可以創新的 所以我們先將這個問題先把它理清楚 品牌查理王它大概是不會改變的 叫做查理王 但是它在溝通的方式是可以做調整的 甚至有人也跟我們建議說 查理王已經18年的歷史了 那你要不要推出查理王第二代 第三代這樣的問題 那這裡面也會給我們很多不同的省思 因為我們曾經做過一個歷史資料的討論 我們發覺台灣的食品產業年間 大概2016年之前的5年 台灣的市場 那個RTD的飲料推出的支數大概是 平均大概每年是230支 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們的發覺在我們超商裡面的銷售端 那個排行榜前市民基本上都沒有騙過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到底我是要開發新產品比較好 還是我維持舊產品的一個發展策略比較好 那我想答案已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所以這18年來其實我們的查理王 基本上它裡面的所謂的產品力 這個部分基本上我們沒有做什麼調整 但是反而是在溝通上這個部分 我們會做了很多很多與時俱進的一個溝通的方式 這是我們以往跟現在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想企業的一個發展過程當中 人才是一個最核心的一個 應該說最核心的一個策略 所以從選財、用財、育財、流財這幾個公民來講的話 人才的引進來講會影響這個企業的發展 因為企業止於人 所以企業的發展跟人是息息相關的 這個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那在這裡面來講 統一為什麼可以吸引很多的年輕人 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其實我覺得那個企業文化 跟基因理念是有關係的 像在企業文化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強調的是三好一公道 品質好、服務好、信用好 以及價格公道這個部分 那在基因理念來講 我們現在強調的是誠實情道創新求盡 所以我們要求我們的年輕人也好 或是現在的在職的這些同學也好 即使做人來講的話要懂得誠實情道 那做事的話要懂得與時俱進 所以這裡面比較多是情道 這兩個字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 情就勤勞的情 道就是道理的道 情就是說你可能要很認真的去投入你的工作 但是你追求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道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這裡面也是可能我們在跟年輕人 在互動過程當中我們會去請教年輕人的 請問企業的追求是什麼 大概會從這個部分 所以這是我們的基因理念 所以結合我們的所謂的三老一公道的企業文化 那麼接下來就進入到所有人才 整個一個管理系統 所以選財部分來講的話 第一個假設我們從一個供應者的角度 那麼我們能夠提供給我們這求職者 什麼樣的一個未來的發展 還有我們什麼樣的福利待遇 這是我認為這是一個基本條件 所以我們常講說統一集團就像一座迪士尼樂園 所以你可以從我們整個所謂的berry chain 所謂的產業的價值鏈裡面講 從源頭的所謂供應鏈 中有的所謂生產端 到下有的零售端 甚至中間的細分物流端 其實我們都有涉獵 那換句話講 它可能是跟我們所謂的消費者 息息相關的一種所謂生活產業 所以我常講說它自己的 好像是一座迪士尼樂園 那如果說用公司的總數來講 目前來講整個集團的公司的總數 包含子公司孫公司超過200家以上 所以它涵蓋的範圍相當相當廣 所以第一個吸引人才 人才如果說你用一點心去看這些 基本的data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集團 第二個是我們在吸引這個人才過程當中 那麼當然你的福利你的大域 甚至年輕一輩很關心的是 我未來成長是怎麼樣的路徑 所以這裡面的教育訓練系統 他就要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在整個選材過程當中 有心去進來 那麼你可能要經過interview的過程 那interview 假設你是一個儲備幹部的角度 譬如說我們公司每年 大概都會招募一二十個儲備幹部 那未來就是在可能在我們的業務 在我們marketing這部分來琢磨來發展 那這過程當中你會發覺 他在選材的過程當中 運用的一個recruitment的一個方式 很動 而且很活潑 他可能是透過集體討論 或小組報告 或是每個人上台去掩飾的方式 來判斷出你的表達能力 組織能力 以及當場所謂的臨場分等等 他會透過這種方式 來看你的個人的一個人格特質 還有一些其他的才能的部分 那在一個預裁的部分 來講的話這個部分 其實統一有一個教育訓練中心 這個教育訓練中心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因為他曾經拿到我們的TTQS 好幾次的金牌獎 聽到金牌好像不覺得怎麼樣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一個比重的話 你就覺得不容易 其實他是得獎極力大概千分之三 而且是經過我們的公部門 還有一些相關的專業單位來評鑑的一個 所以表示說我們在人才訓練體系上 這個部分是有一定的水準 一定的水平 所以這個是預裁的部分 那第三個是流裁的部分 那一個員工進到這個企業裡面 他為什麼要願意久任 而且不會中途離開 那這裡面就有很多的因素牽絆 包含你的薪酬 包含你的福利 包含你的輪調制度 包含你的教育訓練系統 包含他未來的個人的一個質疑發展 我想這些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大概剛剛是跟您報告就說 簡單講大概就是 統一就是一座迪士尼樂園 但是他有一個相對完整的一個HR系統 來幫我們這些年輕人 架構他未來的一個發展的一個路徑 我想談創新這個議題 我們先談一個觀念 因為比創新之前的叫做創意 所以創意之後才會有創新 創新之後你的目的就是創業 我想就是三創的概念 那創意來源指的是什麼 我今天為什麼要有這個idea跑出來 為什麼 可能在市場身上覺得不方便 有可能是國外人家這樣做 有可能是一個趨勢的問題 所以你會有一個所謂的new idea進來 但是那只是停留在我們的腦海裡面的部分 但是比這更重要的是 我如果把創意具體化變成創新 所以這中間可能指的是什麼 可能是我商品出來的 或者是我具體的服務出來的 好 那第三個是我從創新 最終的目的叫做創業 可能我要新的是一個什麼 新的事業 或者是說我要讓這個事業做得更好 所以我把它歸在叫創業 所以這裡面來講 其實三個不同的概念 但是它有兩條 兩條去連接的線 一個就是商品或服務的具體化 那創新到創業這個叫做營運模式 那這樣子的過程當中我們把它串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覺 其實 談到創新 就是要談到企業後端所追求的目的是什麼 這應該是環環相扣 所以我們絕對不是說為了創新而創新 為了創意而創意 我們更重要的是 我們為了是什麼 提供更好的東西 然後我們能夠讓公司的發展得以持續 或者是未來能夠更茁壯 我想這是我們的目的 那您剛剛所提到的所謂的AI也好 或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者是所謂的Big Data 等等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也在思考 而且我們也在測試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可能各位可能知道說 7-11在台灣目前來講 有一家的所謂的無人商店的測試 還有一家的面向社會的無人商店 其實人家覺得很有趣 AI是很昂貴的 無人商店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想說一個問題 那我投入這個AI的技術 然後把它變成無人商店的時候 我們來測試說 到底消費者 他對這個無人商店 他為什麼要進來 是好奇心的趨勢 還是他會不會不斷重複進來 因為無人商店 跟一般的便利商店 其實不太一樣的 無人商店 第一個 它所提供服務的面向 可能沒像現在的便利商店 那麼那麼多 比如說舉個例子 Painment Service 代收代付的一個服務 目前可能 我們在測試階段 可能在技術的層面來講 可能還沒有很成熟 所以目前並沒有推出來 可能只是在商品的銷售上來講 我們可能會透過一些相關的AI的技術 還有一些Monitor的技術 來做這樣的一個服務 但是這個部分還是停留在目前來講 我個人認為是在測試的階段 另外就是代收代付的服務 這個部分來講 目前也是在開發 未來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然後能夠面向我們的消費者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都是我們目前在測試市場的接收度的部分 但是這裡面到目前為止 我們發現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很簡單的結論就是 在無人商店裡面 很多功能 並不是機器可以取代的 可能還是需要一些人 因為就像我們說 你今天為什麼會到780M去買東西 我們回想自己 自己的所謂的消費者行為 像我個人來講的話 有時候我是去跟店員哈拉一下 聊聊天 覺得蠻開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到無人商店去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感受到 人之間的溫度 人之間的溝通 我想這是一個 可能也是要去突破的 但是這個就是 我常講就是不是設備可以取代的部分 那第二個是 我們常講說Big Data這個部分 大數據是很早以前就有一個概念 那我常講說 全台灣最大的數據來源的 叫7-11 因為7-11它有一個Post系統 而且它是不斷的去建構這個Post系統 所以它從以往到現在 不斷建構這個Post系統 它所投入的資源 我印象中已經超過41台幣 所以它不斷是投入 而且它的功能是Unlimited 就是它是無限可以擴大 可以增加的 但是這個大數據 對我們超商的營運來講 有什麼好處 其實它已經將所有 每一家門事端 它當下所銷售的一些的產品 還有一些的客戶的 一些基本資料 它可以拋轉到 它的中央的電腦處理器裡面 所以它可以同時 回饋給我們的門事端 譬如說你明天 明天假設要有聖誕節 那麼你的盒飯 你的鮮乳 你的什麼等等 應該訂購多少數量 它可以提供這樣的建議 給我們的門事端 這就是基本上我們常講 大數據的所謂最初階的運用 當然後面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不同 我就不再贅述 那另一個部分是說 在我們這個製造業 統一企業來講的話 你說像一些所謂的支付 支付的方式 新的支付的方式 其實會產生影響 因為這個會讓我們的商品的流動 可能會比以往更快速 因為以往來講的話 我們統一是一個生產商 那我產品生產出來之後 我經過我的通路商 然後直接到門事端 再到消費者 但是未來未必見得是這樣子 未來可能怎麼樣 中間本來是兩階 現在可能變一階了 甚至未來可能是消費者 直接對到生產商了 我想這個目前都已經在市場上 都已經有人在這樣做 但是我們也認為說 這樣的方式是可行的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說 這種方式絕對不會是唯一的方式 因為原來的系統有它的價值存在 但是新的系統 它也有它的功能存在 如何所謂的 Fysical跟Digital互相的交互運用 我覺得這次才是為了 我們人家共同去關心的話題 競爭是一直都存在的一個現象 以往統一在設立的時候 也是有一些競爭對手 但是我常講說 這種事情不應該用競爭單方面來看待 有可能是競合的方式 可能是開始競爭 但是未來可能是合作的關係 所以我常講說 它是一個競合關係 那發展到今天來講的話 我們的茶飲料 我們的方便麵 我們的乳製品 我想如果說我們從藍色式的法則來講的話 它都已經超過了所謂的 那個自民品牌這條線 那我們的茶飲料跟我們的那個泡麵 那目前都超過這樣的一個市場占比 超過這樣的市場占比 告訴我們一個訊息 其實這裡面來講你是市場的領導者 所以你跟誰競爭 就是跟自己競爭 所以你可能不需要回頭去看 我後面的競爭者要做什麼事情 反而是應該你更關心的是 我們跟消費者之間的互動 我們能夠未來能夠為消費者提供 什麼樣更好的一個產品 才是我們所關心的 那在整個競爭過程當中 我們也常講說 一個產品來講的話 大概包含三種利 第一個叫產品力 第二個叫業務力 第三個叫行銷力 那產品力所談的就是什麼 我這個產品是不是消費者所喜愛的 因為我們總是希望說 消費者不會因為好奇 長先才來賣我們的產品 我們更希望的是 他能夠重複購買我們的商品 所以這產品力 我覺得它是一個最基本的元素 而且是最核心的元素 那第二個是業務力 業務力的部分指的是說 我這產品要大腦邊去鋪貨 我在什麼通路讓消費者能夠買得到 那是不是代表所有的通路都是有效的 未必見得 所以有些可能要走的是線條化通路 有些可能要走傳統通路 但是未必見得是 每個通路都是必須要去走的 所以通路的選擇也是我們會關心的 所以在業務力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會focus在所謂的通路這個部分 第三個是所謂的行銷力 行銷力可能談的是一個品牌 就是我剛剛談的 我們產品出來之後有透過通路 但是我如何跟消費者做溝通 所以我的行銷應該怎麼去發展 那這裡面可能要細分 我的TA是誰 我的市場在什麼地方 那麼我來怎麼用什麼方式 是用一般的傳統方式 跟我們的消費者做溝通 或是要加入我們現在所謂的 新的一些所謂的科技 或新的溝通的媒體 來跟什麼消費者做溝通 這些都是我們要去考慮的 所以在經政這個構面來講 我們目前我們覺得是 我們要走自己的路 那我們比較關心的是 跟消費者之間如何溝通 這個才是我們目前的重重之重的問題 其實ATCC是我們查理網今年 大概是第二次連續的參加 那參加第一屆之後 我覺得這樣的商業競賽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而且是面對我們的 在我們學校裡面這些年輕的學子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因為在我的觀念裡面 第一個知識不見的是力量 我們以前念書的時候說知識就是力量 但是我個人認為它不見得是力量 知識要變成力量只有三種條件 它才存在的時候 它就可能變成力量 第一個叫做思考 第二個叫做創造 第三個叫做運用 有思考創造以及運用知識 那麼它可能變成力量 這是我的個人的看法 所以ATCC就扮演當中的一個平台 因為在學校裡面 我們可能念了很多的理論 念了很多的個案的東西 但是它並不一定能夠知道說 在我們業界是怎麼樣的操作 所以這裡面如果說有一個商業競賽 像ATCC這樣的方式 能夠號召我們全台灣的一些有興趣 而且年輕的優秀的學子 來共同join的話 那我覺得會有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在所有的商業競賽裡面 他們會去共同討論 他們會去發想 他們會將在學校裡面所學的 所有相關的知識理論把它套進來 然後變成是一個 outcome 來做一個競賽 那我覺得這樣的過程已經足夠了 至於是後面有沒有得獎 我覺得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我覺得這種方式 好像就像說 一個學生在學校裡面 已經進入到職場的先修班一樣 因為透過業界的專家業師 來跟我們的學生做引導 做一些plantation的時候 那其實它已經 從過程當中已經得到很多 那我覺得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一直鼓勵 我們的學校的年輕學子 能夠共同來參與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很好的活動 那第二個是 因為ATCC它跟一般的商業競賽又不太一樣 第一個它規模大 第一個它有很悠久的一個很好的歷史 當然它有很好的口碑 那更重要的是 它會去運用很多的方式 比如說第一個去訪談業者 讓業者講一些這些年輕人應該知道的一些background 然後得到一些source 第二個是參加所有商業競賽的各組的分配過程當中 每一組的學生都會到業者的公司 來進行所謂商商的交流 能夠更實務的更直接的認識這個公司這個品牌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般商業競賽裡面可能相對比較缺乏的 那我覺得我們ATCC做到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我覺得非常非常棒 而且在我們公司裡面 有參與過ATCC活動的所謂OV組 無論有沒有得獎都其次 那我觀察他們的一些工作上的態度也好 或思維也好 其實真的是不太一樣 而且這些人才在未來真的公司裡面 可能都是未來的中間幹部 所以在這裡我也利用這個機會感謝我們ATCC 我覺得跟風是一般的人的一個 大概是會做的一個行為 那就是所謂的從中效應 但是我覺得當我們要去參加一個商業競賽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用一個比較嚴肅的態度去看待這件事情 為什麼是嚴肅 第一個因為你要去做 那你要自問你為什麼要參加這樣的商業競賽 那你希望從這個商業競賽過程當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發 那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那第二個是你如何去跟人家競爭 因為大家都是來自四面八方的好像英雄好案一樣 那你有什麼能耐能夠跟人家競爭 所以這裡面來講的話就是可能會包含了幾個幾個影響的因素 第一個就是你的知識的部分 就是你在學校裡面所學的一些所謂的理論知識也好 能不能活用 就是knowledge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 因為這裡面可能還要上台做簡報 還要做一些powerpoint的製作 所以這裡面牽涉到skill的部分 所以所謂一些相關的技能 還有QA的技能 第三個是態度 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你今天參加這種活動的時候 你秉持的一個態度是什麼 你的起心動念是什麼 如果說你是一個從中相用 其實那就是跟大家是大拜拜 那沒什麼意思 更重要的是你應該是專注在這個意義上面 那麼這議題在未來的你的討論研究過程當中 能夠給你什麼樣的啟發 態度的部分就是說 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那你要扪心自問 防禍 自我去探討一下 你為什麼要參加這種活動 你為什麼要參加這三個競賽 是好玩 還是希望從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發 好 那最後一個是 我覺得是跟我們日常生活 還是有關係習慣的問題 就是說我當對我這件事情的看法 是跟我跟平常是一樣的時候 那麼它是屬於所謂積極或是消極 那你如果是一個很aggressive的時候 那我常講說你的習慣 如果是好的話 出來的結果都不會太差 都不會太差 所以我常講說 很多事情我們要從KSH 四個英文字母去看 knowledge skill additive habit 這四個字去看 那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同理可證 那這是我給我們年輕的學者 一些小小的建議 產學的合作 我都把它解釋成叫學用合一 學用合一 就是說你在學校所學的 跟我們在企業的食物這一面 能夠結合在一起 所以它的意義 我想從兩個部分來談 一個是從我們的年輕的學生 一個是從企業端來講 企業端它提供一個平台 提供一個品牌的個案 然後我們希望說透過我們學生的一個 所有的作為 其實這裡面來講 我們是在發掘人才 那從學生端來講的話 因為從校園的角度來看待企業 那當然這中間過程當中 我們有很多給予的一個相對的支持 所以它可以很快速的了解企業 那麼這裡面來講 我們也是希望說 學生透過這樣的一個商業競賽 能夠認識到企業運作 是這麼樣的一個現實 我想這是我們大家從不同角度來講 來看待的一件事情 而且得到不同的 各自所要的一個收穫 那當然這個平台就是 我們常講就是 大家能夠來練功 企業提供這樣的平台 讓我們的年輕學子 能夠共同來join 那我覺得大家就是 能夠達到我們所各要的一個目的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在未來來講的 我希望說 我們能夠從當中能夠找到一些 跟ATCC商業競賽 有相關的一些年輕的學子 因為在我們的人才的 一個所謂招募過程當中 我們發覺 有參與ATCC商業競賽的學生 真的會比較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一次來參加商業競賽的學生 我們也在這裡 我們也非常非常開心 我們大概用一句話 來鼓舞一下 我們希望說 你就是我們未來的一個行銷總監 然後我們的品牌 未來就由你來打造 我們大概做這樣的一個註解 學生生活是一個很多彩多姿的 就像我們以前在學校園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學生生活真的是很豐富 包括你除了念書之外 你可能去打工 你可能參加社團 你可能去實習 你可能參加商業競賽等等等等 你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生的第一次 都是發生在校園裡面 那我覺得說在校園裡面的時間 是一個很歡樂的時光 那在這裡我會建議 那在這個歡樂的時光裡面 應該是我們能聽學子 要去歸納 要去學習三種能耐 第一個叫做批判思考的能耐 因為所有的問題 絕對不要去人因應應 因為在這個社會的發展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差異化 是一個需要與眾不同思維的一個方式 所以批判思考代表是 你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這件事情 而不是跟大家一樣 都從一個角度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我認為第一個 批判思考的能力是應該去培養的 第二個是邏輯推演 邏輯推演的用意是說 我今天做這件事情 我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從目的再往前推 我要怎麼開始 我要怎麼展開 所以這是邏輯 邏輯真的是由一到二 也有二到三的過程 那可能是我要的目的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邏輯推演的能力 是應該需要被培養的 那最後一個我會建議 是一個所謂問題解決 因為最終所有的事情 到最後總是要一個ending 要一個得到 我們希望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結果 所以問題解決的能力代表是 你要運用很多不同的資源 甚至說我們把資源把它歸納起來 然後達到我們所要的一個目的 那就是所謂問題解決的一個能力 所以在這裡我會建議說 我們的學生在校園裡面的時候 就應該懂得去培養我們第一個 批判思考 第一個邏輯推演 第三個問題解決能力 這是我跟我們學生的一個勉勵 您是我們的行銷總監 品牌的未來我們一起打招